其消防分队旁的空地有超大量的IBAC堆滞 长达了三个月 引起在地居民好奇 连里长都不清楚为何闲置在这 纷纷推测是否因应重划区防务新建 而投放在此给未来遗住的居民使用 而台中市交通局解释 这些都是停止营运超过年限的IBAC1.0车体 因为数量太多才借用了消防局土地来放置 乌七区出现了超大量的IBAC 这些单车就放在乌七消防分队旁的空地 引起民众的好奇心 连里长也都不知道 为什么要把这堆IBAC先置在这里 它应该是要点比较多住那个 搞不好是台中市全部的脚踏车都来这里 以后再分出去吧 如果以我个人而言 我觉得因为这边附近在盖房子 所以它如果做比较多的公共设施的话 可能可以带动房价 很多居民都问我 这怎么放这么多卡打车 我说我也不知道 但是我一直感觉 这堆这么大堆的头队 没办法有好载的利用 在这不均存在头队上 感觉很可笑 这堆属不清有多少台的IBAC 有的植物栏爬满了植物 有的中间卡了不少落叶 看起来都不像是还要继续使用 其实这些都是停止营运 超过年限的IBAC 1.0车体 台中市至103年导入IBAC 1.0 公共自行车使用自己 IBAC 1.0设备陆续到达使用年限 交通局今年6月28日进行IBAC 1.0太多作业 考量已过使用年限需 太换至IBAC 1.0车辆数量较多 故协调无期消防困队先行摆放 交通局后续将持续办理 太久换新作业 目前台中市公共自行车 已全面进入UBAC 2.0系统 两者并不相容 交通局解释为了民众骑乘安全 就有的车体将进行报废拆解 将会尽速完成作业 目前也不影响消防局的公务实用 请民众放心 记者赖宜台中采访报道